有 其实参加新年音乐会 大部分我都是以 我的本来的行当 就是歌载戏为主 可是经过李哲义老师的 重新编曲作曲以后 让他整个在听起来的感觉 就不会只有像是在 进剧场看戏的那种氛围 所以对我而言 今年准备的《大院千秋》 因为刚刚有提到 这是十年前的作品 那也是第一次跟哲义老师合作 所以这次特别选择这个篇幅唱段 第一个当然是因为疫情 就是疫情其实这两年 全世界大家都觉得情绪很低迷 所以我们特别选择这个唱段 其实它里面就是有很多 唱出强调就是为人一个正能量 还有再来就是到最后的 真的就是有祝福这个世界 还有祝福所有的人一样 就祈求大家都是可以人人平安 然后大家都可以幸福快乐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唱段 在这个时候特别适合 因为可能我们从唱词里面 可以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还有可以感受到人性 还是其实有善良的一面 所以特别跟哲义老师讨论 我们就选择这个唱段 经过像刚刚哲义老师提到的 80个人的大乐团的重新编制下 我想整个氛围感觉 一定会更起始磅礴 对一定会更感动 有如一场梦 因为其实像我们剧团的营运方式 我们必须得要一两年前 就得要规划三年内的 所有的行程跟事情 在经过五月 今年的五月的疫情之下 其实所有的事情都打乱了 就是不管是所有的演出也好 还是所有的 我们的生活跟工作的方式 那对我而言呢 我觉得在上半年度 现在回想起来 怎么度过我都忘了 就是在那段时间 大概我们都是处于一个 第一个我当然要得要关心到 我们剧团的营运 然后第二个就是得要 关心到我们所有团员 还有行政人员 他们的生活也好 安全也好 所以几乎我们有一段时间 是停止上班的 那所有的工作都是在家上班 就是在那段时期呢 让我跟我们剧团的人也学会 现在很流行的线上会议 还有线上上班 完了以后实际回来上班 反而很多人问我说 我到底习惯哪一种上班方式 我问你们 你们习惯哪一种上班方式 对对就是 其实很多实际上的那一种的 我想你们对于采访 对我们而言的演出排练 它必须还是得要有一个实体的 这样子可能比较有 任何的状况 我们才能够面对面的解决跟沟通 虽然线上会议是很方便 那就像有人问我说 关于线上剧场这件事情 我觉得有什么样的看法 在那一段期间很感谢文化部 因为它支持而且鼓励了很多剧团 不是只有我们 很多艺文圈 就是有一个线上艺放剧场 那这个一方剧场是方便观众 他在这段疫情期间不能走进剧场 可以在线上之间欣赏 那也可以让我们所有的剧团们 可以借着文化部支持的一方剧场 让我们在那段时间 也可以支持我们 可以跟我们所有支持剧场 剧团的观众朋友有一个互动 我在那段时间也才学会了 线上直播 那我们剧团所有的人呢 不是直接直播 他是已经就是录好的片子 我们得要有一些 这个行政作业 他得要有个流程 要直接学习怎么样让他上架 怎么样可以播出 怎么样可以直接让观众看的时候 在线上回答 这是一个 这大概应该年轻人比较懂嘛 可是我真的很感谢 就那段时间 其实我们为了线上直播 也感谢紫风车剧团 绿光剧团来协助我们 教我们怎么样上架 怎么样来做这些流程 我们还遇到一件事情 片子都上去以后 要直播前的十分钟 不见了 就不见了 片子不见了 而且那个过程真的很紧张 我们那个剧团里面 我说这个真的不输 我们在剧团要公演的 那个慌乱还有忙碌的状态 我们的行政真的紧张得不得了 他说老师片子不见了 然后我就问他们说 为什么片子不见了 他们说还好 就是紫风车剧团 跟绿光剧团有提醒我们 偶尔有时候 FB他会 那个片子就是不见了 然后我们就马上到那个YouTube后台去看 看片子还在不在 我们是同步 结果他们说还好有一边还在 可是就是FB的不见了 所以我们必须得要重新公告 所有的脸书的观众朋友说 请他们要捎带一下 我们要重新去整理 就是有可能会来得及上架 有可能会来不及 因为上架要一段时间 他那个片子上去流量很大 所以就提醒大家 就直接到那个YouTube那边去看 还是如果愿意收看FB的观众朋友 请他们再等待一下 我觉得那个真的是一个 很大的考验 你知道为什么我们公告上去以后 五分钟以后男友出现 又回来了 所以我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所以因为他们其实有提醒我们说 脸书的影片上架会随时发生状况 叫我们要有应变能力 所以他们有提醒我们 所以果然果不其然就马上让我们遇到 第二天就遇到了 因为我们直播大概就一周有两次三次 马上就让我们遇到 然后后来我们就开会 就是说后面还会不会再遇到 下周还会不会再遇到 他们就说这种状态是因为不稳定 所以谁 他们连对方都没有办法 后台我们写信 就是咨询 他们说他们也不敢告诉我们 到底会或者不会 系统 真的是系统问题 所以就必须得要随时 要有心理准备 好了 这个遇到这种状况 我觉得对我们而言都是学习 我就因为 这个是疫情下的另外一种学习 就是对我个人而言 对于我们剧团的行政而言 都是另外一种新的学习方式 所以现在问我前半年怎么度过 今年2021年怎么度过 老实说空白的部分比较多 大概吓坏了吧 那当然有更多的应该是担忧了 就是其实很多事情不能如期的进行 那很多工作进度都delay了 所以对我们而言就是一个 从头重新来 那好不容易终于快要送走2021了 我想就是期待的在 2022我们所迎来的新的一年 是疫情远离我们 而且所有的工作上轨道 那世界所有的运行都能够回到最初 就是原来的方式 大家都可以平平安安 而且一切可以顺利 这应该是大家希望的吧 对对对 老师你刚刚说 就是在疫情最严重 所以有担心剧团引运 那时候是主要靠什么支撑 因为我们是 其实因为我们剧团是品牌团队嘛 所以我们算是就是部里面福祉的一个优良的团队 所以其实福祉的优良团队里面 他其实在每年的预算里面 他还会有一笔让我们制作星系 然后行政上的这个可以使用 可是因为也不能演出了 可是大概行政开销 我们是要一样的有这些开销费用 我们并没有裁员 也并没有减薪 我们还是一样让我们的行政人员 还有团员们 让他们一样知心 让他们 因为他们总也要生活啊 不能在疫情的时候 就裁员或者是减掉他们的薪水 我觉得将心比心不可以这样子 就是在疫情时期呢 我们要将心比心 我们要关照到我们所有的行政人员 还有我们的团员们 我们不可以减薪 我们要照顾到他们的家庭 我觉得这是必须的 对 因为不是只有工作需要他们的时候 我们才来重用他们 要他们工作 然后在这个疫情时期呢 就拆掉了他们 我觉得不可以这样子 大家就都是革命情感 应该要好好照顾他们 对 所以呢 那段时期撑过来了 所以非常感谢文化部 非常感谢所有支持剧团的人 你们知道吗 就是在直播的时候呢 一放剧场的时候 海外的朋友 还有就是台湾的观众朋友 支持我们剧团的朋友 我真的很感动 他们居然还有小额捐款 对 就是金额不限啊 就是对 他们就是 自发性 而且他们就是鼓励我们剧团说 要撑过去 要撑过去 他说剧团一定要撑过去 他们因为喜欢剧团 支持我们剧团 所以希望我们要鼓起勇气 一定要走过疫情 因为他们希望 可以看到疫情过后 我们可以再推出新系 然后可以继续制作新系 因为他们觉得这个很重要 因为这个是他们在工作之余 还有就是在他们的 另外的一个 艺文赏息 他们觉得我们剧团的演出 不管是电视的 还是舞台的公演 对他们而言都非常重要 所以鼓励我们要撑过去 很感动 我觉得真的很感动 就是在 这个疫情期间 我们看到了很多 温暖的事情 就是像这次孟婆也一样 我们看到 很多观众朋友 在跟我们分享的时候 昨天 我昨天还听到一个新的 就是他有一个小女儿 才上国小 他喜欢看孟婆 他就告诉他妈妈说 我一定要看孟婆 可是因为要上课 我就不能看那个网路的 不然耳末地会更晚 可是他妈妈跟他讲说 可是你前面那个时间 八点那个时间 你要看 这样子你会影响 他说那没关系 我可以一次看两集 他说两集要怎么看 就看网路 那网路妈妈就规定他 你八点的时候 要准备 要冲澡 然后要吃完饭 要准备完毕 九点让你开始看 就是八点 八点准时看 看到十点前 看完以后 就准备上船 要去面穿地区 上床 你看看 少年代 上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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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睡觉 少年代 他就说 你如果愿意这样子 答应妈妈 功课都做好了 然后也洗澡洗好了 我才愿意让你一次看两集 他真的就乖乖的 他说 他就跟我分享 他说他女儿 每个礼拜天 八点之前 所有的 功课做好了 然后也洗澡洗好了 乖乖地坐在电视前 他就乖乖地等待看戏 我就问他说 你这些国小人 你们女儿童子怎么看 他说有 他说看完还会跟他讨论 还会讨论剧情 所以我们就发现 其实 这个就做戏的初衷 就是其实我们就是希望 真的可以做一档 就是适合合家观赏 而且真的是 让小孩子也好 还是年轻人也好 可以跟家长合家欣赏 而且可以 让家庭有个共同的讨论语言 对 沟通的方式 然后他就谢谢我 他说 唐老师就是真的 你做了一档让我 连我那个小女儿 他都看得懂 他们有两个女儿 对 一个大概是小六了吧 然后一个更小 一个 一个 他就觉得就是两个女儿 可以因为有孟婆客栈 有个共同的讨论的话题 那你这一年是有自逃妖宝 需要自己出来 当然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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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其实 你停止了很多演出以后 剧团还是正常在影运 所以我们影运是正常的 只是演出没有了 我是说所有的行政 我每个月其实开销还蛮大的 就是不管他有没有演出 对 就是固定之心 就是固定的 虽然跟大公司比起来不算什么 可是我们还是蛮多的 大概要100多万固定 对 每个月 对 就是都没有任何的另外的额外的 成本就100多 对对对 就是对 成本就100多 那您自己要拿出多少 我自己 我自己带电的部分 其实感谢我妈妈 然后就是 她把她的私房钱也拿出来 然后再来就是 也解掉了我的储蓄保险 对 因为以前储蓄保险 我其实对保险没有什么概念 我其实真的没有什么理财的观念 这个完全就是 就是之前也是我母亲 他们就是会提醒我 她说就是慢慢的欠 她是一个老人家嘛 老人家是慢慢的欠钱的概念嘛 她说就慢慢的欠 所以可以欠了多少 其实我也不知道 我自己其实真的也是不清楚 所以就是后来就是疫情 然后就去年到今年 我妈妈就到今年 我就跟她讲说 原始都没有了 然后我妈妈就比较有理财的观念 她就说 不然薪水总是爱还 她总是爱还 她总是说 不然欠多少就薪水 就对她拿 然后我其实不太敢 真的一直动我妈妈的钱 那她的老本啊 那我妈妈就提醒我 把你欠的那个保险 我才想起来 对 我总是问她说 那是要怎样的 我也说 你便搁他说 说你要穿财 出来就好 你看吧 就是没有什么概念 我真的就是没有什么 那个很久了 那个其实就是之前 就是我母亲他们帮我 就是少少的钱 她就慢慢的对 慢慢的存存到现在 其实她也是有 有一点点的 有几百万也是有一点点 刚好 对对对对 就是对啊 我有上百万对啊 因为她欠的钱很少 但是就是过来 时间过来 对上百万对啊 也是有 就刚好 两十对 就刚好就几对 就是老人家真的 比较 她比较想的比较有 我完全没有想到这一点 她其实我觉得 她是对于我 应该是有一个 欠钱的观念 就是老人家 叫我欠钱的观念 那当然有可能 她也不知道 她跟那个业务是怎么说 她叫我卡去问 她就问 那请问你是要月龄 你看我妈妈都帮我准备是这样 结果她希望是以后 就是还至少有一个月龄 就是一点点钱 几万块也好这样 那解掉的话 我就跟她讲不行 我现在就全部要实用 还总共可是 以前好像说要月龄 我说没有没有没有 我说 亲家不过 老老人家说八冠 就是现在得要全部都用了 对对对 就是解掉了 那妈妈在做的部分 要怎么还她 对不对 我妈妈很好 她都跟我讲说 缺氧先拿去用 要用大改用的上面 可是我心里也是有打算的 就是不行 就是真的稍微 有正常营运以后 我觉得还是要还她 因为毕竟 妈妈不会跟我计较 因为 因为 世大人 总是在死亡 你如果聚用的时候 她购买得多 就会让你拿出来给你 可是我觉得 不可以 就是这是一个 陷阱情 当如果真的可以正常运作以后 我觉得我还是会还她 虽然她不见得会拿 对对对 可是我觉得还是要还她 对 我还她如果她要再给我 或者给我姐姐再说 对 所以妈妈赞助的业 又到七位 有啊 那所以这一两年 你从 像你等于是开孟婆 已经投入了很多 然后又到了 疫情 对 那这一两年 其实你已经不都没有在理智 我没有 我没有 又一直支出 对一直付出 可是还好 就是下半年度 慢慢微解封以后 有没有 我们剧团就开始有在营运了 就开始有慢慢在运作了 那开始有在运作 就比较 比较好 就只要有演出的话 剧团只要开始有运作 有演出 就至少其他 付薪税就没问题了 对不对 对啊 就是付薪税就没问题了 对啊 都可以支付他们的薪水了 我就不用交投了 又想说薪税要对着 因为没想到要缺钱了 对啊 我没有赚钱 我要努力去推广才有赚钱 因为在电视台播出的广告 都是电视台的 对啊 不管是实际上的商业广告 还是公益的广告 对吗 都是公司的 对 那对我而言 应该就是 努力的再去推更多的平台 对 它才是一个实际回本的方式 有啦 我有持续努力中 对 有这个计划 有这个计划 其实我们 现在我在筹备那个原生代 对 因为原生代里面有很多好听的 每个单元的主要的演员 跟每个单元的主要的演员 我们都有收录 他们的精彩的唱段 对所以可以期待 那甚至于南哥还很慎重的跟我讲说 片尾曲 他说其实敲碗快敲破好几个碗 南哥甚至于说问我就是原生代的片头或片尾 我们可以选一个就是再重新制作 你看又是花钱 可是可是我觉得南哥 南哥也要赞助吗 没有 南哥他愿意跳下来帮我当制作人 音乐唱片制作人 比如说EP 对对对 他说南哥说我们要好好的规划一下 如果真的 这个 这首单曲这么好听 我们就重新来制作 那原生代有 原生代已经进行中了 对 嗯 对 就他们大家一直在吵着要原生代 对对对 那当然也是感谢各位观众朋友的支持 就我其实就是也是一个基本的观众 孟婆的观众 如果民事的一到五 可以收看到的话 我们就准时收看 那当然家里都是准时一到五 民事星期一到星期五 妈妈姐姐都会收看 那公事的台语台 如果因为最近在排练 如果真的排练来不及的话 我就至少也是会上那个 哈密视频 也是会点进去回放 就知道这周 演什么 因为为什么呢 我看到那个湘民PDT在讨论的话题 对对对 就推爆 他们那个话题 就是一直在讨论 我总是得要加入 我来听一下 这周他们在讨论什么 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 可以看那个网络的流行里面的习惯之一吗 对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因为其实那个是很及时的 我可以知道年轻朋友们 他们对这周的演出 他们有什么 有什么看法 还有就是他们热烈讨论的是什么 对 我忽然间我发言 做孟婆了 跟那个线上聚餐 我发言我年轻了 我年轻了 因为有很多年轻人 现在他们在参与的 他们参与的 还有就是他们热烈在讨论的事情 我因为这些活动 还有这些网络上的这个 推这个 推 我都一直问他们说 推什么东西啊 刚开始他们说 她说孟婆 第一集还没有演完 到一半就推爆了 然后我就问她为什么推爆 她说有的是没有人讨论啊 有的就是讨论度高 她就会推爆 我说所以这样是好的吗 她说当然是好的 对 所以就欢迎乡民们 继续推爆我们 孟婆客栈的这个版面 对